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在家里的财政状况不是太过恶劣 所以我的淡指或劳力都相对不是十分大 所以我在追逐我的音乐梦的时候可以任性一点 我觉得男人三十岁就两年了 大部分的人三十岁都未必那么快可以置业 所以我觉得真是养活到自己 三餐温饱 又可以有多余钱去娱乐看电影 一般的电影 上一K 马亚三 会展这次的表演 始终是自己第一次的个人的售票音乐会 也算是很大型 都坐差不多接近四千人的一个音乐会 所以希望這個第一次會令到大家和自己都滿意 因為我由巨星到現在都八年的時間 你問我 遲不遲呢 我覺得不遲 因為 亦都很老實說 如果你叫我早點開 可能我還未準備 或者是未必好像現在所謂的那麼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是挺恰當的 你說紅館 我相信都是每一個歌手的夢想 但我又不心急 我會先做這次的表演 希望落多些經驗 到他日真的可以踏上更大的舞台的時候 大家是會期待的 我就有翻唱過好幾隻都很經典的作品 譬如說有許美靜的《明知故犯》 還有何韻詩的《花碟》 其實我可以翻唱到已經是一種榮幸 所以就不要說叫她請完唱上來 我獻醜不如藏絕 無謂比較 大家各有特色 但當然如果真的有機會和她們同台 都是一種榮幸 坦白說 唱幾句《明知故犯》 好 誰也知夜夜與燦那內情 可惜我黑了眼睛 真相那須說明 而我卻恨不出半性 謝謝 謝謝 Thank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